今天我们从亚马逊买回一套开锁的工具 有各种的脖针,各种大小 还有把透明锁,还有两个小板手 我们来学一下怎么开锁 四,五,开了 第一步要找出第一颗受力的弹子 我们拿头一颗来做示范 第一个弹子波动的情况,放入小板手 再没有加力,很轻松的波动 然后我加点力,看见有一个突破杆 然后我松掉小翘针,它是回不到位的 才能回位,松掉左手才能回位 再来一次,没有加力,很轻松 然后我左手加点力,有个突破杆 然后它是回不到位 我要松掉才能回位 这个要反复练习 加点力 突破杆 松手,它就被卡住了 然后开始掉第二根 第三根 再一直撬下去 所以找出第一颗受力的弹子是关键 放入板手 从前面开始撥 如果前面没到位,就撥到了后面 你看后面的是松的 卡不住 什么情况呢?锁又没打开 说明前面有一颗点,没有撥到位 卡住了 卡住了这个锁型跟锁体 那么说明它一定是很受力的 就用这个探针来找出受力的地方 这个地方 看见没有,第三颗受力 撥起来 然后就应该下一个就会受力 就是第四颗 要撥起来 要变成最后一颗受力 撥起来 打开锁 这是找出的受力点 每次打不开的时候 就用探针来找受力点 OK,我们拿着把锁来实斩 锁上 放右 小板手 敲针 轻轻在板手上加点压力 顶第一个弹珠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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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大 解锁 一周 开了 开了